谢谢 恭喜SNH48 欢迎代表上台领奖 发表感言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感谢咪咕音乐 给我们颁发这个年度 飞乐组合奖 然后也感谢永道新娱乐 我们的公司 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粉丝 非常谢谢大家 然后呢 谢谢 然后这个奖可能是我们2017年领的 最后一个奖了 所以说那在这里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吧 然后听听说两句 谢谢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咪咕音乐 颁给我们这个年度飞乐 飞乐组合奖 但是我觉得其实不算是飞乐 因为我们SNH48出道 今年已经五年了 然后我作为二期生 也是出道的第四年了 但是今天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想分享给大家 因为出道四年 我终于实现了我的一个愿望 我终于跟我的偶像 周权老师同台了 谢谢大家 所以呢 这个愿望从我出道开始 我想了四年 努力了四年 但是今天终于在咪咕音乐 这个舞台上实践了 所以再次感谢咪咕音乐 给我这个机会 因此我也觉得 其实不能算是飞乐了 但还是很谢谢大家 颁给我们这个奖 SNH以后也会朝着更高的目标 更大的舞台去努力的 谢谢大家 谢谢 恭喜 恭喜 谁要出现了呢 那个 非常感谢咪咕音乐 颁给 7 Senses Like a Diamond 闪耀这首歌 年度十大金曲 然后能够和 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一起被评为 年度十大金曲 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其实SNH48 7 Senses成立到现在 只有短短的半年时间 我们还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队伍 谢谢公司一直以来 给我们的培养 给我们的支持 也谢谢粉丝一路的支持 谢谢你们 然后也非常感谢 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们的认可 然后以后呢 我们也会做出 更好的音乐 来回馈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 多多期待我们 SNH48和SNH48 7 Senses 谢谢 谢谢青春亮丽的 SNH48